好 好 何種食物對於鞋脂較無幫助 一 山苦瓜 二 山茶花 三 山葡萄 請選擇 來 別跟我做這個 山苦瓜 其實它可以幫助你有時候 就是一支澱粉 或者是說 幫助你就是 比較容易去讓你的身體 畫圈圈 對 就讓你身體畫圈圈 就是 沒錯 可以 所以很多人會吃山苦瓜 病為什麼來保養身體 那山茶花其實它在我們的茶裡面 它也可以幫助一些消化 或者是抑制一些 你吃的不乾淨的東西 但山葡萄的話 我覺得它可能就是 比較珍貴把它再沾上 好 兩對答案都是3 它的答案是否正確 對 恭喜兩對都答對 來 張醫師 這一題用排除法 其實可以就很簡單地選出來 不過我再講一個 山葡萄不是葡萄 它不是我們平常吃那種很甜的葡萄 那山葡萄它其實它主要的作用在於 就是清乾解毒 真的 有些人會把它用來治療那個下粒 就是拉肚子這樣子 至於說山苦瓜 因為山苦瓜就是大家看過那個 綠的 叫綠的那個 綠的 它裡面有一些物質可以去 降低我們身體的胰島素主抗 為什麼我們的血壓會高 為什麼我們的血糖會高 還有血脂會高 都是起源自胰島素的主抗 山苦瓜裡面一個東西叫苦瓜肝 肝就是一個草字頭 再一個肝草的肝 那個東西可以抑制我們身體的 那個胰島素主抗 所以進而血糖 血脂就會比較低一點 那另外山茶花 山茶花有一些日本的研究發現 就是說它可以清除身體的自由基 然後它可以加強我們身體 清除自由基的那個酵素 叫做SOD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山茶花它可以抑制身體的一種酵素 叫做全糖還原美 那山茶花裡面的一些物質 可以去抑制它 那因為全糖還原美這個酵素 跟身體的一些慢性並有關係 包括高血脂 高血糖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是 山苦瓜跟山茶花 對於血糖都比較有關係 對 還有血脂 好 恭喜兩隊都答對 謝謝 那我們知道市售有很多的產品 我們要健康瘦不負胖 要如何選擇 因為應該說我們想要健康瘦 第一個就是我們不要讓自己 有太多的脂肪堆積在我們體內 所以我們能夠要做的就是 減少脂肪進來 那減少脂肪進來是第一步 那第二個是萬一我們吃過多了 就是我們要減少脂肪的堆積 對 那第三步就是 提高我們整體的代謝速率 如果說我們平常的均衡飲食 比較不容易做到的話 那你可能會想要用一些輔助品來做補充 其實就是有像這一種的營養品 可以來做一個輔助 其實我們要選擇產品 會希望大家就是選擇 就是有 就是有小綠人 那它有 其實我們剛剛有提到很多 那其實剛剛的一個 山茶花皂乾的部分 它就是可以幫助我們 調節我們的鞋脂肪 減少一些脂肪的一個合成跟堆積 順便把它帶走 然後綠茶跟我們山茶花的一個 萃取物 其實它的濃度都含量都是最高的 那其實我們在一個補充的過程裡面 就有非常多的一個額茶素 它可以幫助我們提升整體的代謝速率 也可以減少一些脂肪的堆積 那最後我們這個 山苦瓜的一個萃取物的部分 它還有我們的所謂的 高能的一個輕脂素的部分 它可以減少60%的熱量 累積在我們體內 那其實我們在補充這些保健食品 會希望大家就是 攝取一些就是安全的 一定要來路清楚 像這種剛剛的一個補充品 它就是來自日本 其實它有通過各種專利 也符合我們的SGS認證 所以這樣補充起來 我們就會更健康 然後更安全 更放心